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就是说 你在震荡的时候 那你荡鞦韆小时候荡鞦韆都已经有这个经验了 这个鞦韆你不弄它的时候 那它因为这个有摩擦阻力 有空气阻力等等 它会underdamping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然后慢下来 然后最后停止的情况之下 那另外一种情况是 你这个小时候的话 你都会去推着你的这个朋友 然后把他推过去 那你会发现说 如果你推的频率跟鞦韆的震荡频率 是一样的时候 那个鞦韆就会越荡越荡 那其实是很很危险的一个情况 OK 那如果你推的频率呢 是不一样的时候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你推的那个频率啊 如果你给的那个鞦韆的那个震荡频率呢 跟你给的频率呢 没有差很多的时候 那那个鞦韆大概就是 会维持一定的震荡 也不太大也不太小的情况之下 好 那这个呢 其实 整个的 刚刚写在这边的 我们说 Total的Force 它除了 在这边写上来的 我们说是 Fu Kx 它Total 剪掉V的V 那现在你的TotalForce呢 我加一个外力 OK 那它整个呢 要把它拿来做加速度 这是牛顿定义的情况 如果的外力 给的 它是一个 Simple Harmonic的外力 外力最大值是Fm 那它是cosine的 Double Plan T OK 那Fm 当然从这里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说 Fm就是你的 最大值 外力的最大值 好 那这是外力最大值的情况之下 所以 我们现在我们发现说 我们要解的equation 是什么 现在是等于什么 我把它一向过来 M 比平方 比T平方 这S的位置 这S的位置 减掉 V一向过来的时候 就变成是正的 V V 比V 比T 那原来呢 是 加上 K A 现在要等 Fm cosine Double Plan T V 这是我们的 V V V分方程 那 这个V分方程 跟刚刚 唯一不同的地方是 刚刚这边是0 现在多出来的这一项 那当你多出来这一项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重新去思考它了 换句话说 你这个X啊 他为 这是X X 他为分一次 为分以后 他应该都会跟这个相关的 不然的话 你出来的解 左边一定不会是这个 所以跟刚刚的逻辑是不同的了 换句话说 你的X X 他可能是cosine的函数 也可能是sine的函数才对 所以我们令 X呢 他是等于 fm 除以g 然后sine的 Omega double point t加data 我令他是这样子 那你就把它带进去啊 那其实 如果你同学说 老师你怎么知道 他是这样形式 那没关系 你就是把他令 A 它是 A的cos Omega double point 加V cos 的Omega double point 你令他是这个 然后把它带进去 去解A 解V OK 那我们会解出来的话 A的值 是等于 Fm K 减m Omega double point 平方 然后 K 减m Omega double point 的平方 的平方 加上V平方 Omega Double point 你会看到你解出来的A跟B是这样子 然后把它带进去整理一下 A带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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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带进去整理一下 A带进去整理一下 那我们就会发现 x x呢 就等於Fn除以G 然後sin的Δ cos的Δ ωΔΔT 加cos的Δ 加上sin的ΔΔ 換句話說 你就可以把它 進一步的化解 乘sin的Δ 加Δ 那在這邊Δ的值 跟G的值 是等於N平方ΔΔΔ平方 加上 ポイ Δ ․Δ Omega 是我們的naturalrich 就自然N分之K 披霾 那 的值是 Arccosine 7分之V Omega 就是 我們最後的解 ok 那這個解呢 給我們是什麼樣的一個 關係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如果 我把Omega double prime 和Omega 把它比值 放進來 那這是1.0 ok 那這個是Ampitude Ampitude的話就是 Fm除以G 那我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ok 我當B等於0的時候 就是這一項等於0的時候 那你看到啊 當B等於0的時候 Omega 等於Omega double prime的時候 那這一項就等於G C就等於0 C等於0的時候 就是這個Ampitude 變無窮大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的 當 Omega Prime 比Omega 4等於1.0 然後 V等於0 然後 V等於0的時候 T等於T 的時候 V又等於0的時候 這個Ampitude 是無窮大 所以這個Ampitude 是無窮大呢 我們看到了 其實 這個Ampitude 是吧 它是這樣子 這個是 F 除以 K的部分 當Omega double prime等於0的時候 這是等於0 這一項等於0 然後 G 其實這時候的G 是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 N平方 Omega 平方 Omega 的四次方 這個就等於 這個帶進去 把Omega 帶進去 其實這個就是等於K 好 好 好 那你現在 你看到了 這個就是 為什麼我們說 在這一點 Omega double prime等於0的時候 這個點 是Fm 除以K的部分 就在這個地方 這是V等於0的情況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完全沒有任何的阻尼的情況 那你的Ampitude 在Omega 跟Omega double prime 相等的時候 那什麼時候是Omega等於Omega 我們看Omega double prime就是我們外力給他的這個頻率 我們給的外力的頻率 是跟我們的自然頻率是一樣的時候 那你就是代表秋千 你在給他的外力的時候 他們的頻率是跟什麼 秋千的震盪頻率一樣的時候 那你的Ampitude就要變成無窮大了 那這時候就很危險了 好 那如果你的阻尼越來越 慢慢的增加的時候 那V不等於0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Ampitude 其實是 這樣子下來的 OK 慢慢的 V值越來越大 好 那一直到 我們說V等於2mOmega 所以V越來越大 所以V越來越大 那這個時候就是高度 那你的Ampitude就越來越小 一個情況 就是我們在這個整個的震盪 你外界給一個Force的時候 那所謂的Force Oscillation的情況之下 那所得到的一個結果 那在這裡 當V等於0的時候 其實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共振的情況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共振 那這個共振在平常 日常生活當中是非常非常 你要避免 那某些東西是要避免 某些東西是你要什麼 要去加強的時候 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我們說 你們現在已經都不上成功0了 那我說 比如說你現在在一座橋上面 這是橋 那一隊軍人在這邊行軍 假設你這一排的這個 這個你如果是這個排長的話 那你到了這個橋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喊起不咒 你到了橋的時候 你要不要喊起不咒 你如果喊起不咒的時候啊 是很危險的 為什麼 當你的所有整隊的人馬 其實這是一個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oscelation 而且是什麼 非常有節奏的oscelation 當你這個oscelation 是跟你的橋的震盪頻率 自然震盪頻率是一樣的時候 那其實就是這個情況 你會把整座橋給震垮掉 OK 原因是你給他的外力 剛好 把這個橋的oscelation的頻率 就好像你在盪鞦韆一樣 你給他的這個推的阻力 是越來越大 那個震盪就越來越大 然後最後那個鞦韆就斷掉了 這是同樣的道理 那你說老師有沒有這種例子 有 這個在哪一周啊 這是歷史上很有名的這個橋 這個橋剛剛建好 通車典禮沒多久 那一陣強風吹過來 這個整個強風吹過來 那個強風吹過來的震盪頻率 剛好是那個橋的 Nature Frequency 整座橋全部毀掉 就在攝影系統底下毀掉 所以 如果你同學有去找這個影片的話 那你就可以看到 你們這個課本上有 課本上454頁 454頁就是那個橋原來好好的 然後一陣強風吹過來的話 整個橋怎麼 斷掉的那個情況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一個例子 450頁 這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的話 那這個例子的話 就是 我們看到了這個 你的force external force the oscillation frequency 跟你的natural frequency 是一樣的時候 產生一個共振 而且 而且 V等於0的情況之下 全部通通毀掉了 所以後來 工程師 在建橋的時候 他不敢 讓整個橋墩式 他的natural frequency 是跟這個風 的那個natural force 這個頻率是大概差不多的情況 盡量去避免了這個頻率 不然的話 一定還會有更多的橋是毀掉的情況 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著名的例子 而這個圖呢 其實以後你們如果學機體電路 或者是學類比電路的時候 那在電路裡面 他很多的東西是跟力學把它相對應的 方程式寫出來跟這個方程式幾乎一模一樣 就是把電路裡面的RLC 就是電阻和電容寫出來的這個 跟這個方程式幾乎一模一樣 那我們把這個叫做類比電路的情況之下的話呢 那他的共振頻率也是一樣的 是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這個共振頻率就是我們平常在想調收音機啊 調… 要把我們的收音機裡面 一個電台的電波給了以後 那我們要調… 調我們的RLC 調一調調到是跟電台的頻率是一樣 我們就會收聽到很清楚的電台的廣播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我們的RLC跟電台的是不一樣的時候 那你就收不到那個電台所發生出來的廣播 這是一模一樣的這個ambitude的關係圖 好 那到這個地方有沒有問題